资程声明指出该名员工应与确诊病例有接触 而被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但今日早上医院检测结果为阴性反应 并未遭到感染武汉肺炎 赵峰金指出赵峰投信全部员工 皆未与该确诊人员接触也非室友 统一投顾董事长黎芳果也声明 确诊案例54的室友朋友 再统一投顾认职说法为谣言 请勿再传播以免衍生法律问题 台信投信方面也指出市场传言多有不识 本公司同仁及眷属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且没有发烧 原副证券则是声明 网传有确诊病例曾参加原副法人处7月日活动 证实为谣言误在以额传额 至于54案例工作的外商麦格里证券 下午发出声明表示 该公司台北新协和办事处工作员工 检验呈现阳性反应 该办事处是三个办事处之一 目前台北南山办事处全面进行消毒 员工全数在家中工作14天 会持续密切监控疫情情况 下午发出声明